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是今天我乐本的姐夫先离开美国 回乐本了 她今天是到我的 当富士的表妹家去吃粉朗果业 第二天早餐 就跟我姐姐一起 由她们送到机场 送到机机场 然后她先回乐本 我姐姐仍然留在这 呃 赔付一下老妈 好吧 今天我拍这个视频 这个是他们买的 这个是我 呃 有 从朋友或者说 说朋友那里吧 拿到了 东令夏朝 清涨高原的 很贵的 名贵 他们建议我 给我老妈炖鸡汤 这是我今天早上买的 已经给老妈吃了 效果应该说是 我动的不是最好 因为太油腻 老妈觉得油太重 所以我我 她喝了一点 我拿回来 我再加一点 记得我 反正 在明天再 冲淡一点 油腻冲淡一点 好吧 这个事 今天我拍的视频 是什么事情呢 是我 我不是一直在说吗 他们干扰我的生活方法 他们反客为主了 可以干扰我的生活方式了 应该这样说 我这几天观察下来 他们有很多做法 不科学 不合理的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他们 他们的 生活方式 还代替了我的生活方式 听懂了没有 就我有我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也有他们不合理的地方 明显的 但是 他们习惯了 打个比方来说 这个是烤箱 今天我刚刚登了 烤箱面包 等了四五分钟 为什么 他们把后面电线 电饭包电线 全部拔掉 拔掉 根本你打个招呼了 他们也不打 他就这样 我也怎么操作 手都不拔 谁 什么垃圾箱 东西 锅子 反正他按照他的事 放了就整理 乱七八糟 我好像写过博客 我没找样东西 要找很很久 因为我相信他不会扔掉了 但是你找不到 问他 他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他反正就觉得看不过 他就输出 大家也不记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他就像是 东方西方 脚活里晒 好像表面上看 好像整理得很干净 实际上还是乱的 大家听懂了 就是这样 这个烤箱应该是 擦的擦的拔掉 这里也变了 我一开始回去 看到发现 这个发现变了 我看得到 但是我等了 四五分钟都没好 后来我想怎么会 怎么始终拿出来冷的 因为 他等电线没擦 他这里还是有声音的 但是里面不不红的 我刚才有管 我在回家 怎么老是 老是没有东西想 也一直冷的 后来我发现电器没了 我刚才电器插上去 我在那边 现在又有暖气的 刚才这个红灯都不亮了 我脑子没反应过来 根本你一擦掉 你告诉我 你如果电器 平时不用电器插 插都插在上面不好 根本你坐下来 不说 所以我为什么 我不喜欢他们来 我觉得很反感就是这样 他打到人的 主任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 你不如觉得我 威廉是主任 你只有客人 你也要想 对吧 大多客人 你也要打招呼 因为这里 毕竟我生活过来 多少年生活下来了 哥们方面 再乱再生活 我已经习惯了你 所以我很不喜欢 他们的生活方式 奶奶 这下留下几天 我跟我姐 肯定也要碰撞 这是我已经跟他们碰撞过了 不满就不满 说出来 OK 现在红灯 我再搞一下 好吧 这个就是 我的视频 你三分 换视频中的 就这样吧 写英文